情居店打烊時間 人家派人手持續忙碌 要把276件枕頭及毯子 拆開檢查 還要拍成影片給對方 因為前一段時間 他們接到國軍來店 為了演習 訂購大量物資 只是如今時間過了 人擺在店裡 讓他們苦惱不已 電話男子自稱謝班長 他日前傳了國軍的採購清單 到屏東內埔 這間情居店 為了取信店家 還上傳自己的軍人身分證 及其他證件 討論交貨過程 不忘用粗糙照片 顯示自己的忙碌 沒想到雙方約定交貨時間逼近 他又傳了第二張 食物飲水的採購單 要他們幫忙先代訂付款 由於店家拒絕 對方不但怒視他們影響升遷 並直接取消所有訂單 有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解決 可是後面他就越來越過分 一直說 你這樣子會害我沒辦法升官 然後我心想說 你沒辦法升官是你的事情 干我什麼事 結果店家也怒了 因為一查對方提供證件 根本就大有問題 因為謝班長的軍人身分證 其實是110年之前使用 111年的版本 已經把國旗縮小 並把照片放在左邊 因此不但證件不對 另外一張是召集令 顯示當事人已經退伍 更不用說 對方口中的58炮紙部 根本就在中部 而不是所在的屏東龍泉 然後一開始的流程都很正常 然後也跟我們說是附近的老師介紹 58炮紙部6號緊急在臉書 發出通知提醒外界注意 甚至發現早在9月 就有類似的行片手法 只是冒用對象已經換人 還好店家準備的貨品 48000多元 來不及被拿走 而待定的食物飲水3000多元 也沒有傻傻代付 但由於現在附近類似店家 至少就有三家接到電話 因此緊急公布過程 要大家小心提防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